落网了才说抱歉才觉得后悔 但是在下手的时候 她是刀刀致命 实在是心狠手辣 这名女这辰车司机身中六刀 包括刺心割喉等等 还被丢包在嘉义县立田径厂 大约230公尺外的马路边 当时她奋力一搏想到附近求救 但只走了十几公尺 实在是没有办法不知倒地 后来是被经过的大学生 发现之后送医抢救 而这名女驾驶在送医之前 她竟然忍痛把刀子 从自己的左胸拔出 但也就是这个动作 让她的伤势更加严重 目前人依旧昏迷不醒 监视器画面中清楚拍下 女驾驶倒在路边前 手里就已经拿着刀子 救护人员看到画面 都感到不可思议 她竟然是自己把刀拔出来的 送医之后医师检查伤势发现 女驾驶颈动脉被刺穿 约5公分身 左胸被捅一刀身达8公分 另外肩膀腹部及手腕等 总共被刺6刀 前面下手相当凶残 刀院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那在当时我们进行抢救 后来有恢复生命迹象 目前在开刀治疗中 女驾驶是在朴子市吉祥切接时 遭嫌犯刺杀后丢包 她放了另一搏站起来后 往前跑了十几公尺 不知倒地 被经过的大学生发现 送到最近的长庚医院急救 目前她还在和死神拔河 而其实医师说 她自行将刀子拔出 是相当危险的动作 反倒让伤势更为恶化 医师表示身中刀伤的患者 会先评估伤势 并进行止血动作 立刻进开刀房 一边大量输血 再慢慢取刀 赖刑女驾驶开计程车 赚钱却遇到恶煞 抢钱不成刺成重伤 现在人还昏迷不醒 让家人心急如焚 只盼望有奇迹出现 让她能快快回复 记者张俊荣嘉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